從西到大 也有很多人說我跟符穎很相似 我今次就想找她的妝來看我真的跟她相似 底妝就輕輕地帶過 主要都是自然透薄的底妝 遮瑕一點 還有用這個蜜粉定一點妝就可以了 眉方面也是很簡單的 用CAMIC的眉粉就勾芽出來 這次符穎的眉膠比較粗和有點寒的感覺 所以我就跟她這樣畫 之後就用眉膠輕輕地勾芽就可以了 以我平時的習慣 我也是夾了眼睫毛之後才畫眼線的 這次看到符穎的眼妝比較誇張 在整個妝中 那我就會用這個MASANA的眼線筆 描畫了一條有刻有粗的內眼線 可以看回副穎的照片 其實她在笑的時候也有帶假眼睫毛的 可以看到 雖然這張照片是有點木 所以我今次就用一個比較自然的眼睫毛 我也是把它分開一半 然後再黏上眼睫毛 這個主要是黏眼尾位的 黏完之後也看到是挺自然的 我這張照片 很難看 去到最主要這個臥疤位 我就會這樣塗眉疤或者笑一笑 這個眼袋還是臥疤位就會突出來了 你也知道我用一個眉筆再輕輕地勾起 那就會做到一個假的臥疤出來 之後我再用一個眼影 它是一個粉色和有一點點閃粉的眼影 我就用它去塗在臥疤位置 就令臥疤更加飽滿了 在照片裏面可以看到 富榮的陰影也是很重的 我這次就學回它了 然後就去到胭脂方面 我這次就用一個比較甜的顏色 然後也是用打圓圓的方法來 塗在上面就比較甜 到最後就去到這個唇部的方面 我就首先用這個遮瑕膏 遮了我本來的唇色 然後就會選一個比較淡淡的橙色的唇膏 就塗上嘴上 都是輕輕地塗在中間 然後再合上嘴上 將它均勻開 這樣就比較自然 而且可以似到富榮的照片裏面的唇妝 因為這次我想學到十足十 所以我就跟它做一個中分出來 這次可以放一些頭髮出來 然後梳回去 還有做一個蓬鬆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 當心最掉臉 跌在蝴蝶裡面 这个表情我真的做了很久 弄到嘴巴也很累 那尾机后呢 其实跟它的背景 光线就差不多了 那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不是好似呢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我 拜拜